刚刚我们因为把这一个档案有用短网址,叫gg.gg斜线,然后test1024,那如果说我现在要开会了,然后我不太适合又再搬一台电脑进去,当记事的人,记录的人,那我可以用手机,我可以用手机怎么用呢? 那刚才我手机的画面在这里,好,手机我就会去叫浏览器,那其实就是我们就尽量用Chrome浏览器,那Chrome浏览器之后我就直接打网址就好啦,就是,来,一样,gg.gg斜线,test,然后1024,OK,点进去, 好,你看,就进来了,是不是就同一个档案,然后呢,一样哦,假设我就在这后面打住好了,先在这里按笔,那这边有一个使用应用程式,来, 诶,怎么没有动作,好,确定,他要选一个账号了,好,进去了,然后呢,我可以按笔,就可以看我要点到哪个位置,然后呢,我也可以用讲话的哦,讲话在哪里, 这个麦克风,输入法会有一个麦克风,点下去,接下来,哦,我们做这个记录,哦,你看,现在这样直接讲文字,都可以记下去了, 有没有,所以呢,这个好处就是说,你当记录的人,那请把这支手机,刚才点了那个麦克风以后,把它放到主讲者的旁边去,他讲的话就会陆续,就把它变成文字,可以吗,好,那等下整个会议结束之后,你再把它按停止,就好了,刚才讲了那么多文字,都结束了, 然后按勾勾,就可以了,按勾勾就是,打完了,可以吗,我再做一次哦,就是刚才,你的这个,打完了之后,不是,就是你这个刚才做共用之后,你可以在你的手机这边,然后呢,打,点这个pro,然后网址打,gg,点gg,谢谢,就是刚才你, 分享的那个路径,分享完之后,按enter,这个分享的网址打完之后,按enter,然后呢,他有时候,各位自己看,因为每个人的手机状况可能会不一样,像这边,他因为笔下有显示说,透过文件应用程式编辑,好,假设你要使用,ok,使用应用程式,然后他会让你,因为我的手机有绑两个账号,他会选说,你要用哪个账号,来代表你连进去了,好, 然后进去之后,你再按这支笔,然后点到你该要开始讲的位置,你想要讲的位置,好,假设我打算要从这里讲,那因为会出来一个输入法,输入法里面各位的输入法,大多数都有一个麦克风,那你就点这个麦克风,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用讲的来做输入了, 但是有时候,他有时候会变成英文了,这当然有些可能是跟设定有关了,好,来,没关系 各位这部分尝试试一下,好吗